我刚刚做的东西 如果我今天 当然Dedif 要找到取代它的函数 实际上有点困难 所以如果找不到前提底下 那我干脆直接把这个公式 直接帮我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可是我有一个量一直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回圈 那跑回圈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要撰写一个VBA的话 一样啦 开发人员里面 Visual Basic 进来之后的话 第二个的话 一样是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地方前面讲过 第一个模组 第二个的话呢 插入一个什么呢 在这个模组里面呢 我插入一个年龄 这个年龄的话 其实基本上 是对应到我将来这个按钮的名称 那做法上是这样 一一样 先For I等于 这个前面都写过 所以有些写过 我就直接略讲一下 就是For I等于 第十五到第十九 当然这个第十九 你可以向下追踪 那我现在用简单的办法 十五到十九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你向下追踪 假设我从A14 Ctrl向下的话 因为底下这边有个说明 所以如果说你追踪到 可能会多一个 那怎么办 通常要不就是把 这个说明 把它删掉 要不就是怎么样呢 在这个说明 这个中间可以插入什么 插入一列也算了 把它怎么样呢 向下移动 就是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让它怎么样 把它跟原来的资料隔开 Ctrl向下 这样追踪才会成功 因为很多人会问到 奇怪为什么 我追踪到的是下面那一列 因为有些东西 不属于它范围之内的资料 你就要用什么呢 用插入空白列的手段 把它做隔开 否则的话呢 就会出现一些 可能追踪失败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先用那个回圈 For I 等于 第15到第19好了 假设如果大家 你要向下追踪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改一下 用Range 里面的 哪一个储存哥 向下追踪比较OK呢 习惯上我会 14或15都可以 假设我用 A14 然后呢 向下追踪的话呢 应该还记得了 点endend 然后呢 前刮弧 用选的 向下 追踪 后刮弧 点什么呢 点入 追到它的列 哪一列 这样的话 也可以追踪到 基本上 如果你要确保 这个A14向下追踪 没有错误的话 我是建议 你游标可以停在A14 Ctrl向下 先试试看 如果你感受向下追踪到的位置是对的 那基本上以后亏啊 也会是你的那个裂号哦 最好是试一下 因为很多人常常就遇到问题说 老师为什么追踪会是错误的结果 我说你有沒有试一下 他基本上没有 他没有 当然最后 通常会有问题就是这个中间 会有底下会有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输出什么 输出资料 我们要输出资料到哪一个范围呢 输出资料到H栏里面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打一个Sales 我要输出什么写前面 Sales的哪一列呢 第I列的H栏 因为我现在要输出到H栏 所以I列的H栏 因为I这个数字会一直变动 所以15列 16列 所以H15 H16 等于什么呢 先打一个双引号 那这个双引号里面呢 就是我要丢的公式 那我的公式呢 就会是在这个 C15的储存格里面 那我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记得把它取消 因为如果你不取消的话 你切到这边要贴 会贴不上 为什么因为点不下去 要怎么样 要先复制之后取消一下 再切到VBA里面这边 把公式贴上 但是贴上呢 你要记得有两个原则 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原来的公式里面呢 有双引号的话 你要把它变两个 那一个变 为什么一个要变两个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会发现 我们本来VBA里面 就有双引号 可是你又给它贴上双引号 它会搞不清楚说 到底你这个双引号 是VBA的双引号呢 还是你Excel里面的双引号 所以怎么办呢 它会有一个规则 就是如果你是Excel里面的双引号 那你用两个好了 你两个我就知道说 原来那是里面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 那是外面的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要改的方法 就是贴上之后 假设我Ctrl V贴上 那你就是把里面呢 看到双引号 比如说从公式里面 往这边看 双引号这边 就把它补一个 这边再补一个 变两个就对了 只要看到双引号呢 就再补一个 那从头到尾呢 就是一个变两个 一个变两个 可是哦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边有双引号太多了 你从头加到尾 真的很容易出错 像我之前 从头一直加 奇怪了 就是会少掉一个 有时候人啊 眼睛会疲劳 所以我教各位一个 更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要一个变两个 其实有一招 你在贴上之前 我是建议你干脆 直接去找到一个 叫记事本的东西 在你那个Windows里面 有个副主应用程式嘛 里面就会有一个 叫记事本 那你那个记事本 可以把刚刚的公式 先贴到这边之后 做一件事很简单 什么呢 一个要变两个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用编辑里面 比较什么 取代比较好了 取代里面的话 你可以先把它一个 先变两个嘛 这样比较简单的 全部取代比较好了 全部取代之后的话 一个不就全部变两个了吗 然后你再把这些 取代过之后的东西 复制 贴到这个公式里面 完成第一步 那你当然你可以先试试看 你假设贴上之后 你现在来执行看看 执行的话直接从这边 公式呢 你可以直接从VBA里面 然后这边的话 按一个执行 看一下会不会输出 你会发现都输出了 可是问题来了 可以输出表示你完成第一步了 他会先帮你输出 可是问题呢 你会发现 输出的结果 每一个都是45岁 意思就是说 他只会抓到什么呢 抓到这个列号 15 下一个的话呢 也是15 所以呢 他不会因为向下一个 他就变15 有没有 B15 下一个应该变B16 可是呢 他这个地方并没有变B16 所以变成怎么样呢 你要做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呢 你要把里面有列号的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因为呢 我这边有个I 它会15 16 17 18 19 那理论上 你要把这个15 也跟着I 去变动 那里面的话呢 总共有三个15 所以理论上 你要把这个15 变成I 那15变成I 特别之后 第二个原则是 你要直接把I放进来 我前面好像有讲过 你如果要放的话 第一个 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and 再移到中间 这刚刚刚那个 dative蛮像的 那这放一个I 不过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and的符号呢 前后呢 记得加上空白 加一个空白就可以 也就是说 把刚刚的15 改成这样子 应该可以看懂吧 跟刚刚的原理原则一样 就是把一个很长的字串 切成两边 中间放一个I 然后呢 并且用and的符号呢 去帮他们串在一起 大概原理原则是这样 那接下来就是 你把它复制一下 其实你做完之后 双一号到双一号 复制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这边有个15 对不对 你可以找到15之后 把它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一样的道理 你就不用重做了 直接贴上 勇敢的贴上就可以了 记得是双一号到双一号 这边还有一个 所以会有三个 只要做一个之后 另外用贴的 不过贴要小心 因为我可能第一次做 很容易做错 因为只要一个小部分 小地方做错 那你可能就会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